现在台东大学有11位学生到一间非常特别的火锅店来定位用餐 可是迟到了20分钟 老板就依公告招牌上面的说明 把这个位置让给现场的客人 可是这批学生没有搞清楚游戏规则 还冲进店里头找老板呛瞎呢 事后还把现场拍下的影片全PO上网路 不做可以吗 可是我们现在可以到外面了吗 我们现在可以到外面的 不用跟我呛瞎 这11位大学生迟到20分钟 用餐的位置没了 却还冲进店里找老板理论 已经在帮这批人再度协调用餐座位的老板 实在是被惹麻了 才开幕一个星期的火锅店 所有用餐时段都已经刻满 预约也要排队 如果没座位就可以呛瞎 以后生意要怎么做 他口气很冲 他说意思就是 我们怎么可以无缘无故取消他们的定位 我没有呛他意思 我也没有像去不好 我只是阿Q站在一个消费者 学生一开始就理亏 却只选择对自己有利的部分来强调 网路影片还用恶劣店家来形容这家火锅店 这11位大学生其实可以回家问问爸爸妈妈 看看谁才是真的恶劣 这10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